歡迎光臨 最後一次,我們一起說… 90分鐘,獲得獲勝 來到決賽,真的不覺得這麼快 但今晚這場決賽厲害了 算是大家夢寐以求 阿根勤對著法國 今晚這場決賽 會有維勞高音,球經團 跟大家看 記得開電視的第三星道 以及上Viu的Facebook Live 有一定整班主持 一起聊天看球 除了我們的一班主持之外 當然還有嘉賓 還有今晚才押忠出場的 深水埗主教練,郭Sir 郭Sir 還有就是昨晚跟我們玩得很開心 我身邊的子豐 子豐… 真的太開心了 因為我昨晚說拋妻氣旗來 今天直接被老婆趕出門口 去你了… 阿森… 你昨晚拋妻氣旗也值得 昨晚也比貴君戰多了 上半場已經2比1 但下半場打回完環 立即有舞球入室,防守球 不過看到摩迪最後一屆 也算是開心,收場也很開心 我昨天說的6比6差一點 很近… 很近… 頭幾分鐘以為會 但今晚我沒辦法 香港人的情意結 簡直是想美斯、蓬佩 無論如何都支持阿根廷 法國,你不可以做也做給阿根廷 麻煩你,再見 謝謝 不過今晚我很想起 其實他們之前 十六強上一屆已經對賽過 那時安巴比入兩球 打敗了美斯 但我覺得最近阿凡達挺紅 今晚全場好像是阿根廷那種藍色 我覺得今晚有機會… 阿凡達偷偷把尾巴放在那裡 我可以把尾巴放在那裡 我可以把尾巴放在那裡 好,大家冷靜一點 我們要留下高層的東西 因為要計算昨晚的數字 我們這個幫神龍虎榜 很厲害,又中了 恭喜你,敏迪,因為… 漂亮 又是你 又是你嗎 你就是2比1 然後男人的合作是法迪奧 敏迪,你又貼中了2比1 我猜不到,我猜不到 子豐,你昨晚好像猜男人的合作 你是猜法迪奧 對 你們一起請嗎 一起吧… 大家開心 既然如此 不如讓我檢查一下 我們點了 外面有很多紅酒美食,對吧 我要檢查一下 紅酒如何吃 好,在杰玲檢查單的時候 不如我問一問… 一定要跟郭Sir聊天 這是排頭的 你不是… 阿Sir的插手 等一下… 你要有那一刻 令他喊郭Sir的名字 來,3、2、1,開始 郭Sir… 我問我昨天,我們在梅迪亞 和摩洛哥踢 他們平時的戰術都是打防返 但昨晚他們那邊變成戰術 你覺得他們為何會多了攻勢 因為貴軍賽 先替一替神,好嗎 替一替神 替神 小心一點 雙方兩隊已經對過了 分組賽時,當時是0比0 所以其實在貴軍戰的時候… 對,不用再說 不要了,謝謝… 不要了… 真是一種氣功 貴軍戰的壓力其實沒有那麼大 所以兩隊只放開來踢 其實兩隊的踢法相弱 其實都是誤球 最後也是靠罰球 上半場兩隊都有入球 拉開了戰局,有一點 大家輕鬆了,入球更多了 上半場所有三個入球 秉承說貴軍戰一定是多球 所以這場球也不例外 好 很好 卡羅地亞2比1那球 就是奧石 奧石 即是射過去尾處那球 其實真的沒得救 沒得救,那球是好球 因為射球的速度不快 但亦告訴很多年輕人 前鋒踢球 不用硬射、硬抽 真是烤角 球很慢 但剛剛套過1.9米的門匠 邦露剛好入球,也拆住 所以卡羅地亞當然是上屆的 亞軍,所以這屆的表現一直都可以 奧石的表現亦都可以 所以替摩迪高興 因為他叫做小衣服 尾思思朗之後 以一個世界盃貴軍完成 他的國家對生涯也是值得的 我覺得剛才你說的射球的威力 跟家營、亞營一樣 真的不用大聲 像小小的力量 射球… 他用角度 威力很強勁 插得對的位置 我看到坡頭也是拆到球旗 一擠打 對 不是,那是球 要插得對的 但說到昨天摩洛哥 也要提及摩洛哥 其實我覺得摩洛哥 大家有一點意外 是 一開始說 哪裡會猜到有這樣的非洲球隊 會殺到四強 而且中間整個過程都挺有說服力 其實近10年8歲 他們說今屆拿第四 他們預計15年內 有一隊非洲球隊會獲勝的冠軍 你覺得這10年8歲的 非洲球隊或球員有甚麼改變 其實很多非洲民宿都說 很多非洲球隊準備進入四強 或國際賽會有好成績 這屆終於有一隊非洲隊進入四強 其實我覺得 其實摩洛哥比較近歐洲 隊中中大部分球員都在歐洲效力 其實歐洲踢球的多 所以強度基本上都接近歐洲 所以今屆的表現其實不驚訝 但我基本上在等待 像嘉迎健三的… 亞洲球隊 沒錯 亞洲球隊我希望… 我們也是香港隊 香港隊在亞洲 很紅 希望不只是非洲 進入四強 亞洲隊可以進入四強 香港隊也可以似乎踢世界盃 有機會… 真是有機會 因為下屆世界盃 亞洲區有機會向上班 很多隊 香港真的有機會 很期待 我覺得看球隊 除了看運動外,其實也看了人生 因為昨晚原場有一幕很感動 就是克羅地亞的球員 帶了小朋友進去 你們可以看到嗎 其實之前去英國看球隊 也會有很多球員帶小朋友 在最後的場合就會帶小朋友上場 一起去感受一下 因為不是說90分鐘內的事 是說整個球場 如何帶一些夢想給大家 而世界盃就是正正印證了 夢想的重要性 沒錯,做人最重要是有夢想 要相信夢想可以變成現實 說到生育的問題 不如我們問Key有否在卡塔比 看看會否生回混血兒 學會很想想,可以繼續說 我們的izid 勉喊 旁坐在一起 這個時RA 旁坐在一起 有Fast Fast 代表隊已經成為了景點之一 尼姆拉的電視台 忍不住獨家訪問我們 雖然沒有訪問,純粹聊聊天 謝謝March 我們現在準備上勝利巡遊 好,我們現在看看 我們有甚麼跟阿珍、美思說 這位朋友 加油,美思 你距離傳奇還欠保佑 拿世界冠軍 阿珍 是 我愛你 我是真心的 滴了 滴眼淚 我希望可以快點買到新球衣 有三顆星 美思可以在現在的時間 拿到最後一個世界冠軍 然後完成整個球王的歷程 美思加油,最後一屆世界冠軍 也要感謝我太太和女兒 她們各自照顧自己 肯放在這次美思最後一次世界冠軍 放我過來看 感謝你們,亦感謝美思 因為這樣我才能過得來 謝謝 那你比較喜歡美思還是太太 兩個之間 如果是同性,就是美思 二性,就是太太 好… 等得很好 正所謂有異性 又有人性 好 美思、老婆、冠軍都不要緊 當然踢完之後,我們結婚吧 這可能是美思考慮 能否得到的原因 聽完我們一群香港阿珍球迷團 全部感覺到甚麼 除了對阿珍和美思的愛外 全部對家庭都很有愛 正如美思一樣 即是不踢球,就是抱太太和抱著兒子 阿Gi,看到香港有這麼多阿珍支持者 在那邊嗎 對,Kiman上線了 對,Kiman,你好… 你好,Kiman 上台了 上台了 你們好 你好… 今晚就是決賽 卡塔2那邊的氣氛是怎樣 不得了,今天全人都很早上身 到處去做運動 準備忍自己 吃好東西 找你的好位,化了好妝 像你們一樣 所以現在大家都很緊張,很期待 我看見你也很精神 不過還有一點精神 我發現你前幾天 跟阿珍支持者拍了一張很漂亮的照片 那個阿珍支持者有些特別上傳新聞 可以解釋一下甚麼嗎 我也想聽聽 男女老友我也有拍的 不知道,文迪是否說那位俄羅斯藝人 我本身不認識他 但你先介紹一下 是 很少會留意那些 你會不認識他 你一樣,我本身也不認識他 後來聽到網友說 原來有很多代表作 演技很好,所以… 我以後會在世界盃後 會在網上認識一下他 文迪,你有時間,你先看好 好…到時我看好,參考定 好 KIMA,剛才你看影片 我看見你有很多支持者 而且全都很喜歡美詩 你有預備了甚麼支持美詩嗎 你自己呢?你也沒有訪問自己 心情 對,就像剛才說的那位Eva 其實我們阿珍球迷的數量不少 其實全卡塔2 全世界的阿珍和美詩的支持者 真的很多 但我想我們大家的心態都一樣 覺得她是好球,希望她打一場好球 如果能得到就最好 不然我們心目中已經當成了 李詩最好的 好,我們今晚祝你奪冠 好嗎?祝你和李詩一起奪冠 還有嘉豪提到我們… 好球,很恐怖 提到你的一大手信 我想你帶Eva一起回來,好嗎 好 好 好像已經離開了 你上網查看 好,再見 你帶美詩回來,就這樣吧 好,再見… 再見… 兄弟和先生,歡迎回來 90分鐘狂熱倒數 今晚是最後一屆私打頒獎禮 有請我們的頒獎嘉賓出場 我是私打傑玲 跟我看球賽 不只學到專業知識 還學到心理分析 希望今晚阿珍可以有始有終 創造奇蹟,謝謝 我是私打阿芷 上次看球賽吃朱古力 每個人都吃得很得意 一起笑得瘋了 下屆我們都會一起吃朱上線 謝謝 我是私打家 迎我成日,哀哩巴拉 喊到Sense 都是想你們兩倍投入 10倍開心,謝謝 我想說你們真是人漂亮 衣服又漂亮 你知道我從第一集在下面 參加一部已經很想上來 終於今晚最後一集讓我上來了 對,還要參加我最無法去的頒獎禮 你有我們… 不是我… 你有我們… 對,不怕… 我也很開心看到文迪 對… 一般來跟我們聊天 對,今屆是我們最後一屆的私打頒獎禮 我們也動用了少許資源 做了這麼漂亮的獎杯出來頒獎 對,我們手上都是 值幾千億心血的獎杯 不如讓我先說吧 我自己很想頒給… 今屆真的有很多球員 都說是最後一屆 因為從他們看後生的照片 到現在看到他們好像吃了防腐劑 有些球員,例如美思思郎 還有奧祖亞、摩迪這些 全部都賠了我們很多屆 所以這個防腐劑超標獎 一定要頒給他們 實至名歸 實至名歸 代他們頒獎,好嗎 這個獎的表明是頒給阿根廷 美思… 對,我交給Keyman 不如代他保管 Keyman回來等他給美思 你說到美思 我想頒獎給阿根廷太太 因為你看到他們 除了人美、身材甜之外 其實他們是… 身材海點甜 你們看到的就是重褒劣 我覺得有點鹹 是嗎 有點汗 又有點鹹、有點甜 為何要包給他們 因為他們很有心 因為如果阿根廷取得冠軍 就會紋身 他們會愛的紋身 紋老公、紋阿根廷、紋美思 不知道… 但這些很邪 紋身會散開 對,不是嗎 紋身是不得不得的 但已經取得了冠軍 不,不得的 說不得冠軍 說不得冠軍 分手也不要緊,有獎安慰他 真的嗎?紋獎盃還可以的 獎盃不會離開 真的取得了 一無二 或是再穩定紋甚麼 知道嗎 紋甚麼 紋迪 好 這樣交給我 紋迪、獎盃… 獎盃… 獎盃… 但究竟是紋迪還是紋迪 我要把冷笑話獎給紋迪 但我這個獎名叫神射手獎 我想頒給今屆 帶了很多歡樂給我的安巴比 因為我決定頒給他一張圖 但因為這張圖 大家看到甚麼 神射手? 我看到他的殺人武器 就是他的腳 今年入了很多球 哪隻腳 不是,最粗的腳 左腳右腳 總之最粗的腳入了很多球 這個神射手獎,我覺得他實至名歸 你幫我給安巴比,麻煩 不過我叫你不用… 因為你看看他 剛才那位是紅色男人 所以今晚交給我,遲些找他 原來有人當女生嗎 抱抱他,希望中間沒有東西 抬著我們,即是獎盃 好 你也要想獎才行 他有興趣 好 你又想獎給誰 我看你們的獎那麼特別 我頒過四年一道勤工獎 打工仔出身 為你們介紹今年這一屆最重要的人 他的名字比較難讀,先試試 阿Rica… 他是我們男人最喜歡的圓形物體 即是足球 好 64場中,踢足60場 不斷被人捨,真的有點辛苦 被人捨棄大獎 他真的拳架,他就踢了 辛苦你了,阿Rica 除了最後四場的阿謙之外 就是他 也很感謝阿謙 對,也很感謝阿謙 其實我們就來到最後一晚的 隨便看播團 也很捨不得大家 但我很想趁這個機會多謝節目組 因為由我不知多少年前 做世界杯開始 通常女生只負責一些 站在身上漂亮的角色 但到現在真的有一個環節 讓我們自己趕播 我真的想哭 你不要這樣 別這樣 對,很感動 對 交給你們吧,不然我就會哭了 我真的很感謝節目組 因為我們準備的資料未必那麼齊全 但因為節目組替我們補完很多資料 我們不懂又可以問 或者有甚麼合得好嗎 會提醒我們 所以我真的覺得很開心 跟你們工作 希望大家一起看得開心 我最大的感想就是這個節目 令我越來越喜歡足球 這是事實 而且認識大家 而且最重要是喜歡看的觀眾 也很感謝你們 因為看直播表演也很辛苦 我們做得辛苦,看得辛苦 謝謝大家 記得今晚也看 《圍勞高》的球傾團 沒錯 我作為一個男士 我看完你們節目 我也很喜歡足球 而且很喜歡女人 所以我第一次來 也是最後一次來做你們的動作 可以嗎 可以 那我們就準備私打吧 私打,太波團 提防奇奇尼泰哥 奇尼泰哥… 來吧… 我想在這裡說,我也感謝節目組 我做了很多年 世界盃沒試過那麼多女主持一起做 希望以後可以再在這方面加強一點 我覺得非常感動 你呢,阿謙 我們嗎?我覺得每晚晚有東西吃 真是… 沒錯 真是感謝Andy,勞虎功告 要頒獎給你 這是甚麼 最佳隊醫獎 對,他醫甚麼 醫我們的肚子 沒錯… 對,我也希望不會能醫不治醫 那今天找甚麼來 最後一頓,潔地醫治我們吧 今天比較有名 畢竟是香港的代表食物 魚肉燒賣就出場了 因為早幾天我們在這裡貼… 免得好像幫了別人 但我覺得這件事應該國際化一點 世界盃應該是世界性 所以今晚有前兩天的阿根廷青像 對 真是融化的東西 我看到台上所有東西都很熟悉 但他們放在一起就很陌生 跟我們這個組合一樣 根本就是這樣 但放在一起也可以 這樣才是值得的 這樣真的要嘗嘗大家 對 好,一直做,一直聊 這些燒賣平時就這樣蒸 對 但今天我炸的時候 我先放一點生粉 其實就這樣拿去炸也行 但有些粉在外面 我會覺得它更軟一點 更脆一點 其實這也是的 因為我自己家也會保留在燒賣家裡 有小朋友 但有時經常蒸 我自己也會想有別的做法 對 我騙牠說 有新菜式,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麼多年來 我都限制了自己的想像力 以為燒賣只能夠… 這叫甚麼?魚蓉燒賣吧 魚蓉燒賣 只能配醬油、芝油 我看見你現在發揮創意 發現原來有另一個食法 而且今晚你這壇不是雙籠出海 對 而是雙爐出台 對 放兩個爐是甚麼意思 因為今天雖然燒賣 但你喜歡不同的食法 除了點醬就這樣吃之外 我這裡有些剛才炸起的 我再放不同的芝士 芝士? 對 這宗菜式是簡單食物 但功夫多 這下真的有心思 對,因為有不同的爐 例如你炸東西就用這個 但如果有燒肉的爐 除了燒肉,你以為只是燒肉 沒有東西做 其實不是,我拿去用芝士 你用不同的芝士 對,這樣會比較香 而且稍後可以做到拉絲的效果 這個很重要 又可以看,又可以吃又可以玩 我又有好奇 炸燒賣通常炸多久 其實它的材料都是熟的 所以最重要是炸到夠熱 外面脆 脆脆 所以真的要兩、三分鐘就完成 也是那句 原則就是半場可以完成 是… 那真的絕對可以 在這幾分鐘的時候 我再偷這個時間做一件事 就做了一點醬汁 對 我記得那道阿根廷青醬 你已經做好了 對 之前示範過 現在你準備做這個… 今晚法國對阿根廷 是 這個會否就是法國代表 我牽強地算是 當作是藍法一點 這個叫番茄醬 加點沙律醬 那個道理就是不想它那麼酸 要滑一點,裡面有更多脂肪 然後吃燒賣通常都要一些豉油 調味著鮮味 所以我們也會把豉油放進去 對,剛才也有提到辣油 但我們今天不用辣油 我們用香蕉香蕉 香蕉香蕉,即是法式菜… 它們不會吃得很辣 但如果有點辣 就用這個辣椒粉 所以我們加完後 簡單一點,拌一拌 一個酸酸的醬汁 無論是炸的也好 有芝士也好 可以減少油膩 那個高熱火炎厲害 我看到芝士… 噴聲了 已經躺在燒賣上 對,開始融化了 我們只要等芝士上少許顏色 待會再拿出來 之前我看過用這個爐烤烤肉 其實也可以做這些 對 除了這個做法 真的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做 可能你會放多士 放芝士也好,放別的東西 你當作用來烤菜也行 芝士也開始變金黃色 這個食物令我想起 前幾年開成行城市旺角銅鑼灣 加上不同款式的薯條 上面有很多款式的醬汁 其實燒賣一樣 也可以做出那種效果 其實是的 燒賣也是吃下去 多吃幾塊就有點飽逃 然後現在我們有不同的味道 真的很好 好,它上色,我這邊先沾一沾 我這邊也放少許鹽 少許滋鹽飯 好,這個就是… 這樣就完成了嗎 炸好的,我們一個 另外有芝士也先放過來 馬上放進去 趁還有少許時間取食之外 不如你再說說 今屆世界盃跟我們玩 有甚麼感受 開心,這麼近距離 還要做直播,煮食給大家吃 但我想問你很久 其實你有看開球嗎 其實我以前真的有踢球 是嗎 我在加拿大有踢球 雖然外籍人士比較高大 但也不錯 最後我剛才猜到哪一隊 對,一句都說了 阿根廷 阿根廷 阿根廷是第一 加油,阿根廷 歡迎回來救 10分鐘的葛飲導師 歡迎我們救 歡迎光臨 讓我先拿東西吃 當然… 今晚是世紀大戰 阿根廷到法國 大家最後一次猜給錢,好嗎 不如先問問今晚的老大,朱sir 朱sir不在… 郭sir,對不起… 對不起,你說得太開心了 朱sir真的是老大 對 第二大,勾你一命 郭sir,你真正常 這樣吧,郭sir 朱sir也敢做,你這麼不合理 對,不是這樣 不是,朱sir有猜過比數 我也有膽猜過比數 可以… 首先或者… 有光湖 想想 或者跟那麼多球迷交代 自己覺得哪隊先贏球 其實踢到決賽 其實雙方都用差不多的球員 所以年輕的那邊的法國 其實今天比較好 所以自己有點覺得 是法國六四波 但當然香港人很喜歡美斯 我有感情,我自己也是 所以我也很想阿根廷美斯 可以取得這個世界杯 但我自己覺得有機會加持 但90分鐘內是有球進的 當然,要加持1比1 最後我希望美斯進入球 2比1,阿根廷取世界杯 沒有… 郭Sir很棒… 那就圓滿了 子豐,你又怎樣看這場球 我知道香港人很多都喜歡美斯 但我又不是 我從1998年世界杯開始看 那屆最見面的就是斯丹 所以我的感情投放在法國 我覺得今晚應該是好戲劇性 會2比2,完場 加持再踢12碼,法國贏 好 那也是法國球迷的強尼 說到感情,我跟法國 本身真的很深厚 但我經常說 今屆法國人仍覺得強勁時 其實有一件事比以前差 後防 今屆後防 我覺得要成為一隊冠軍球隊 一個字 就是差點 後防是很重要的 那他有點柔軟 我覺得阿根廷越踢越有 沒辦法 其實我覺得法國今年也不要拿著 上屆也拿著 別說要讓 以阿根廷的功力 我覺得真的要對付法國的防線 進入兩球吧 用一個字形容法國的後防 會怎樣形容 如果是一個方位的… 藍和北中間 好… 因為他是西方國家 對,我猜錯了 太好了 Kerry 強尼大哥,你猜猜2比1 當然 我猜猜2比2 因為我自己也會覺得 今場90分鐘的時候 應該兩邊都看得挺保守 但因為後防差的關係 所以會有入球 1比1 然後到加士 因為我們計算120分鐘 兩邊就想著… 糟糕了,不是了,是手攻 然後兩邊都攻到2比2 我已經有點心虛 因為我覺得他們會攻擊我 對… 他們會攻擊你 對,總之2比2 然後我再投放的感情 因為我很捨不得這個世界盃圓 所以不如吃串 明天照片回來,沒事吧 可以了 2比1,可以嗎 2比1,可以嗎 我們一定會陪你,你放心 我猜2比1 反而想反叛 因為第一場開始已經反叛 即是卡塔2的時候 所以這場看到大家都猜猜 我就猜猜法國 而且我經常覺得球王級要接鵬 我覺得美思要交給安巴比 所以今晚我本身覺得是安巴比 不過又想想,不如也支持美思吧 為甚麼 你彈出彈 你左儀右擺 對 你支持美思,但猜猜法國會贏 對… 很猶猜 你穿MING通,你不是穿三國褲 她總是有一邊開心 對… 但我明白 因為我是彈出彈入之鬼 我口說在宣傳片中 我說我支持法國 其實不是,我是支持阿根廷 我也是很想美思可以取得 世界盃的冠軍 因為我覺得… 麥包這麼年輕,有很多機會 你就先讓美前輩 最後一屆,真的是最後一屆 所以… 真的 麥包也不後獎 二… 麥包也不後獎 雖然不後獎而已 雖然不後獎 人正龜… 說人正龜 對… 我猜阿根廷… 我猜阿根廷會贏三比一 但其實不一定要三比一 三比一… 我猜猜是甚麼 三比一和三比二 我也很高興 最重要是阿根廷會贏 你終於投放了… 投放了,說清楚了 對 做三個比數也不錯 要死嗎 這次很糟糕 至少已經坐在這裡 這次很糟糕 跟感情一樣,真的不要… 不要投放太多 不要對著一個 至少三個 至少三個 中一陣子投放了三個男生在身上 都說得很對 分散投資… 很聽你說的 到我了 我覺得今晚這場球 我自己覺得是一比一 一比一 我覺得一定是有交著的戰情 還有有預感 我覺得有大事發生 就像2006年那屆世界杯決賽 這些球王告別 不知道會否… 那屆… 隨便 對,一個球賽 當然不希望發生在美斯身上 但總是水晶球告訴我 今晚有大事發生 但也可能會 因為踢踢踢,可能會有草草 對… 那屆已經是06年了 06年了 你怎麼看今晚 水晶球 9比9 我覺得要… 看一看,我猜了 是3比2 對,因為3比2來說… 因為都是那一句 我覺得怎樣也要讓美斯拿 就是圓夢 圓了我們香港人的夢 再加上… 但有一個隱憂 例如說麥包很年輕 遲些還可以 我告訴你,麥包的踢法 下屆未必分中 他未必是球王 可能他已經速度下滑 早熟早產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說甚麼 安伯比 安伯比 對,還可以喝甚麼 說完了,快點轉題 最後一晚 我們出現球王的… 不是,是球神功夫 對… 因為很捨不得 大家記得留意他 因為已經是最後一章 然後我們這個比數 今晚竟然猜得這麼大膽 男人和男人 他不是全部都一致想選美斯嗎 不是… 我們有甚麼特別的東西嗎 有… 誰最特別的 這張東西可以顯示到智慧 是,陳永謙真的很有智慧 你自己解釋一下,阿謙 他知道 阿根廷有多少個馬天尼斯 有三個… 一珠,有三個厲害 即是分散投資 阿謙真的很聰明 真的很聰明 對,雖然全部都猜到阿里 或是無可物得的 對… 都得銀 智慧還智慧 我們問問一些專業… 郭Sir 你覺得是誰 是你心目中的男人和男人和男人 我猜在左邊 你覺得是誰 你心目中的男人和男人和男人和男人 當然,發覺入球的機會很大 因為有安巴比 又有基沙文 後上入球 甚至有奧斯文單比利 幾位的功力都很強 但說了那麼久才是哪位 我也是一個人… 我也是一個人 馬拉丹 我也有感情… 最後的感情也不太好 我也不想踢了那麼久的球王 有任何遺憾,知道嗎 是 嘉莹,做人沒有人遺憾… 沒有遺憾… 千奇,好嗎 沒錯,待會拍照之餘 待會再說吧 所以無所謂遺憾 又會被誰 當然是給美思 因為我也是一個球迷 我也很想美思 贏了那麼多東西 欠世界盃,圓一圓夢 子宮,只有一個名字 你會覺得今晚是誰 因為我剛才覺得會踢12馬 發覺會贏的話 只有一個人會當英雄 就是諾里斯 主角度應該是諾里斯 不如我們再說說最後一場 我們又是最後一晚 在這屆世界盃 大家有甚麼特別深刻的時刻 有,朱Sir 很… 朱Sir在這裡也很深刻 朱Sir可以哄我們 朱Sir真性情夢夢 對,朱Sir真性情夢夢 我也覺得是那一集 朱Sir真性… 真是朱古力盃 對,真的黏了那一集 真的很開心 但其實我們是在說… 世界盒子上 是說了一場球還是說這裡 我們… 這就是我們世界盒子上 可能我也有深刻的 也做了這麼多年電視 看到有一個撞作團隊 包括導演、監製和我們編審 對我們的自由度 很包容可以帶到狗 對… 真的是 很尊敬 因為我們每晚都不跟稿說 但每天都會寫稿給我們 對… 真的很尊敬 這個時刻是想哭的 我來了兩天… 我已經感覺到那種自由 我覺得下一集應該要繼續這種自由 對… 是否我們倒數五、四、三個 還在吃東西 對… 還有我們拍攝的表演 是 古靈精怪那些 對 一踢收貨 他也容許我們這樣 很厲害… 很大壓力 還說我們不會踢 是四、三、四 對… 現在他還有四、三秒 我們還不回合 對,他們還在免露笑容 想說到下屆 不如說到下屆 記得今天又為勞高 記得和大家一起拍攝 一定要去第三聲道 或者去社交平台 待會見,或者之後再見 再見…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